Hello,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摺的摺紙是豬 這個摺紙的製作過程大概是30分鐘左右 它有70個步驟 我們所需要的材料是一張正方形的紙 建議大小是25x25cm或以上 剛剛學或者用來練習 就建議用一些比較薄的紙 很容易摺 我現在用這張就是30x30 即是A3打印紙才出來的紙 我用這張是兩面同一個顏色 如果大家用的是一面有顏色 我們就說這邊是有顏色 首先把沒有顏色那邊 各對各對摺 打開它 反轉張截 打橫對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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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邊也是這樣 打橫對摺 四邊角角度向中間摺 打橫對摺 打橫對摺 進幅 打橫對摺 反轉張紙 這條邊向中間 下面可以讓它開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這樣 上面這個邊向中間 裡面這個角落頭 把它拉下去 下面摺一摺 角落頭拉下去 後面這邊拉出來 這個邊向中間 只有一層 不是 打開它 可以看到有兩個靠差點 我要握住它 接上去 握住它 接上去 這裡打橫有條線 接上去 這條邊 接上去 中間 打開它 打開它 這條邊 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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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這個部分 拉上去 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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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橫 接上去 左邊 左邊 左邊對齊 接上去 打開它 接下去 接下去 就能否受到 接上去 握住它 右邊對齊 打開它 中間兩個小部分向下 反轉張紙 這個交叉點摺上去 再摺下來 這條邊摺向中間 摺到大概這裡左右 打開它 把整個模型打直 摺到一半 摺到一半裡面 這裡會有 一二三三條痕 我們要下面兩條痕 下面 最底的那條是拱出來 這樣拱出來的 這裡 就摺進去 變成這樣 我們看看下面的部分 首先要把中間解開 這裡看到它有四層 這裡其中兩層 拆開它 就變成這樣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一邊 拉上來 這裡打橫 這裡是有一點點對不齊的 我們把這裡打斜 這裡一點 這裡一點 摺下去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然後 我們把這一邊 摺上去 摺上去 這裡是沒有參與的 只要下面摺上來的小部分 然後把這裡打斜 然後把這個部分打斜 就好了 不要摺過這裡 然後把這個部分打斜 接上去 就好了 不要摺過這裡 然後摺上去 看到有條線 這裡有條線 這裡有條線 我們把它的三角形 小三角形 摺進去 把這個部分打斜 拉上去 把這個部分打斜 拉上去 把它打斜 剛才的步驟後面都是這樣做 那 我們這層 分開座 就把這條邊 摺上去 這條線 兩點 打一斜 接下来 这边 这边 接上去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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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摺得对两边是 对叠的 这边应该是他的脚 这边就是猪的尾 然后 接下来 我们将 这边 接下来 这条线 它有好几层 刚刚接下来 在里面 拱出来 这样 变成这里 我们将下面 这条两层 接上去 接下来 接下来 这条小小也 涉入 变成这样 后面同样 是这样 这两层 摺上去 摺下来 这里 下面也摺进去 对 变成这样 好 那我们 这样看 摺尖模型 现在我们就要将 下面 摺尖出来 把它拱到下面 那我们就看底层 我们就看这条 我们就看这条 现在没有的 我画下去 我们就看这两组线 那怎么拱 怎么拱下去呢 就按它 大概这样 按一个角度 就跟这条线平排 按一个角度 你按下面拱了之后 就可以再调整 这条线平排 我们将这条线平排 接到这条线平排 然后 接下来 没有提供的 是要 这条线和这条线平排 接下来 接下来 再把这条线平排 接下来 由这个点点开始 接下来 除了刚刚的步骤 我们解开之前的两个步骤 这条线和这条线 接下来 对 接下来 接下来 把这条线拱进去 对 就变成这样 下面是这样 後面同樣的步驟也是這樣做 這個拉下來 各邊接各邊 這個拉下來 接到parallel 這個point點 接到這個左右 除了最後的步驟 解開之前兩個步驟 在這裏拱進去 好 現在兩邊都接了 一是腳一是手 我們看上面 這裏 拉下來 這個邊 接向打橫 現在有好幾層 好 用剛剛摺了一條橫 把它拱進去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剛剛摺上去 好 我們看這個部分 裏面 看到裏面有好幾層 看到裏面有好幾層 我們就頂到最頂 拉這裏大約兩層 這裏 這裏是打了個角 裏面有好幾層 把裏面有好幾層 把它拉下來 把它拉下來 好幾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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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面有好幾層 就變成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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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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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l 好 好,現在把最新的那條痕 裡面打開,拱進去 在這裡拱進去 我們在這裡 這裡已經有條痕了 把它摺過來 摺一半,摺其中一半 好,接著我們看 這個point點 去到這個point點 我們把這裡 放進去 這樣 後面也是這樣做 好 這裡有條痕,接過來 point點到point點,摺進去 好 好 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把這個尖尖拉上來 拉上來 再拉上去 少於一半 這是它的尖尖的鼻子 可以自己調節 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 那這裡呢 沾了出來 我們把它摺進去 大概這樣 再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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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平平了 再拉上去 再拉上去 好 我們繼續看 這裡是頭部份 這裡 打橫看到一條長的線 我們就把它分開 三角形 這裡呢 再扮 少於一半 再拉上去 接著把它移位 這個是耳朵 把它移上來 那耳朵向上 看到這裡是有兩層的 後面的耳朵也是這樣做 這裡打橫 三角形 接著一半 再接 少於一半 用這個痕 剛才這裡脫了出來 那你可以把兩隻耳朵對齊 或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那兩隻耳朵中間 有個尖出來 我們就 把它摺 低過耳朵一點 摺個細三角形 這裡 放在這裡 你可以把一隻耳朵 放在頭部中間 然後把剛才的細三角形 拱進去 拱進去就可以了 不用十分整齊 你看到我這裡都有點凸出來 沒所謂的 好 好 我們看一隻 豬頭 大概完成 我們看一隻豬手 豬手這裡 在這裡 我們看一邊線 拉上來 接著呢 我們就看這條線 這裡有一條線 這裡約莽這條線 我們看它背部上面 是拉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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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接這條線 拉上來 你可以用上面 平排 平排 平排到下面底 然後再在裡面 接 然後再在裡面 這裡一點點 我們把它鎖住 收起來 一邊就變成這樣 後面也是這樣做 然後再鎖住它 拉上來 上面平排 到底 裡面的狠接好 再鎖住它 中間 那豬頭到了 我就突然出來了 全部出來了 如果這隻豬站不站到呢 现在就看你脚的平牌 你可以看这两只,一只高一只低,那你就自己调整 后面对脚也是 现在只剩下一些细节 猪尾,像老鼠一样,你帮它卷一下 卷了这条猪尾 那新段你也可以帮它弄立体一点 或者其实这个形状已经很可爱了 接着就是耳 耳也可以弄完一点,尖一点,脱得来 现在猪尾都完成了 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摺纸的乐趣 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见 祝大家摺纸愉快 多谢收看,拜拜